你去吃蔬菜吗 我 你啥都吃的 我吃肉的 吃蔬菜这么香 你都先来吃蔬菜 素食的话比较少吃 如果我肉吃多了 也要吃一下还是感觉挺不错的 美食就生活生活就是故事 大家好 我是老胡 这两天的话 那个大鱼大肉吃多了 今天去吃个清淡一点的 18块钱以为的素食支柱 去看它的菜品丰不丰富 走吧 现在的话是午饭的时候人比较多 可能要找一下位置 人太多了 楼下都没位置了 我把它楼上来 这边的话那个菜品总的还挺丰富的 还有这种 这叫什么来着 椰丝卷是吧 还烧麦 它这个肉类好像是厨华 这个米粉炒得很好吃 大姐你那个这是要包什么 你这个要做传选的 哦 然后的话还有这个 手工包的春卷 它里面放了这个包菜 香菇 还有这个 紫菜吧 紫菜对 这些面食的包都是手工包的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哦 能够感觉吃起来 口感不也好 比较好 也比较软 这个是面线糊 这个是面线糊 鞋子 茄子 虽然这边的菜都是那个素食做的 但是它的味道还是不错 这主要看那个厨师 他的厨艺好不好 这是炸馒头 馒头来炸的话 感觉还比较香 很甜 什么呢 是不是有在店里面搞直播吗 不过你们店生意很好啊 也不需要 搞直播吧 再弄点菜吃一下 这个是植物奶茶 还没喝过 是 茶的味道挺濃的 这个植物奶茶 这个植物奶茶 还是放什么东西啊 椰奶 是椰奶啊 有椰奶 有椰奶 有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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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道喝起来这么的清甜 非常好喝 玉米啊 好甜哦 好甜 这真的吧 谁煮的 这个是 多压多压的 多压多压的 有没有放点糖下去压 哦 摄下来很清甜的 吃素食吗 嗯 吃素食吗 嗯 你去吃素的吗 我 嗯 你啥都吃的 我吃肉的 吃素食这么香 嗯 你都先还素食 素食的话比较少吃 如果偶尔肉汁多了 也要吃一下还是感觉挺不错的 连在特别这个疫情 还都让你管吃素的 哦 我鼻子那个牛肉海鲜吃的比较多 现在可能吃那个海鲜会比较危险 这个疫情的话声音好很低了 所以说大家特别舒服的认识 会更加重视了 嗯 素食的味道还可以的 味道还可以 你吃比较舒服 你真心也比较轻松 这吃的会比较营养比较健康 你还吃很多的味道也没股杆 你吃很多的味道也没股杆 你吃很多的味道也没股杆 你吃很多的味道也没消化 对这个素食消化很快 这一支米南边又很热 你吃很多的味道就消化不动 人家的心情卖一股烦燥 还没要吃够的 也是 你吃的又很热 很营养 常去吃好你感觉 吃一些点就很清楚 嗯 我这边的 这边的就是他们都在吃 那你们天天都吃吗 那你们天天都吃吗 我们天天都吃了 有十年多了 吃的瘦只要十年 没有放肉吗 没有 就是这种吃的 那这个肉奶蛋八小鸡 八小鸡肉 哇 八小鸡肉 要不害羞吗 哈哈 太厉害了 要是我 十年不沾 不吃肉 你 米南这边 年轻人很熟 他们年轻人很多青春的 他们通常有这个意识 他们有老婆婆婆婆也奶奶 这个意识 米南这边 你是米南人吗 我 我是江西的 小时候搬到这边来的 米南这边的人 没有这个意识 要是我的话 我还真做不到 妈妈奶奶 现在这边是一鸡鸡 你年轻人 像我们很喜欢的嘛 我们年轻人吃的比较小 但男后年轻人吃的很多 哦 哎 这吃这个树的话 也吃的很撑的 吃这个你也不咋就肯定 你吃过去不如吃的话 你肯定比较稀了 嗯 这没有吃的 食量比较稀 对 主要是他还经济实惠 今天吃的也挺过瘾的 这里的菜的味道也不错 它这个汤的种类啊 也很多 还有那个小吃啊 比如说下面还有那个什么 煎那个 煎那个菜饼啊 还有什么浴糕啊 什么的很多很多 反正今天吃的很饱就是了 那这期视频跟大家要说再见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 拜拜